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雪 今天跟大家簡單分析一下 紅道十二宮上篇的極限突破 就是畫面上看到的這六隻 目前14.0改版只有開放上篇的極限突破而已 以下是我個人看法 大家可以參考就好 那有什麼想法或是意見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 我都會看 那先看第一張波比 波比極限解放 極限突破之後 他的主動技變成卓樂盾子強 就是簡單來說 以前的波比只有天葬火珠的話 這個控場就會斷掉 那現在就是變成 你就算天降 只要不要手消就算天降 也是不會斷掉這個控場 那控場時間五回合內 那你攻擊的話還有1.5倍的 額外增傷效果 算是蠻好用的 不管放在一般火隊 還是天造隊員裡面 都算是一個很好的控場 然後也可以順便洗CD 然後突破之後三圍 非常的誇張 生命力破4000 攻擊力將近1900 回復力也快500 加起來6000多 這個超級神三圍 非常值得大家去突破一下 那第二章是我們的金牛阿姆斯卡 極限突破之後的技能是 你在發動技能之後 首次致命傷害不會死你死亡 每場戰鬥只能發動一次 那我覺得現在的關卡 比較沒有辦法像這樣一直免 所以說我覺得金牛的實用性 就是大大的降低 雖然說他附帶了一個這個 免死金牌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關卡 放金牛的機會 也是少之又少啦 所以我覺得這一張 可以算是不用優先突破的卡片 那三圍跟波比一樣也是很誇張齁 那再來就是我覺得這一次 極限突破的最大獎 也是這次改版 最亮眼的卡片之一 雙子宮 加斯陀與波如克斯 極限突破之後的技能是 每次消除一組 五粒以上的辛福石 自身攻擊力提升 最大提升至六倍 這個已經超越藍絲洛特了 雖然說藍絲洛特的攻擊力比他高 但是他的六倍其實是高於藍絲洛特的 效果持續至戰鬥結束 這個意思呢 就是你遇到附加消除重製之類的技能 是不會影響他的 因為他的技能 算是 也不在左上角 也不在卡片上 就是內建的你知道嗎 內建六倍界王拳 而且是不會受附加消除影響的 是超級神技能 那平常一般暗隊比較不會放這張卡 但是這張卡 現在內建了這個界王拳之後 放的雙子是 就是很有用 而且雙子還有這個布袋 這個轉型功能 不管放在任何暗隊 放在天罩裡面 都是一張非常神的隊員 雕殘天罩隊 也是因為這張卡 也是大大的buff 我覺得這張卡是這次改版 最狂的大獎 那三圍的話 生命力大概快4000 攻擊力1937 非常的高 回復力也有500多 我覺得這張非常的強 非常非常的強 大家有練暗隊的 一定要去昇華一下 一定要去極限突破 那最後補充一下 就是這張卡 它的這個被動技能 如果你放複數的雙子 都是極限突破的話 那你消一組5顆以上新服石 那每一張的攻擊力都會提升 也就是說到最後 4張 如果放4張的話 那4張雙子都是6倍的攻擊力 那我覺得這樣是非常誇張的 如果放在旅部隊裡面的話 那真的是超級無敵暴力 那至於雙子怎麼練技 現在在網路上Google一下 應該有很多文章 因為很多人 在問雙子怎麼練技 那再來是我們的 約翰巨蟹弓 極限突破之後的技能 是主動技變成 朱刃直冠風擊 消耗一半神秘力 以150倍自身攻擊 對敵方全體造成無屬性傷害 而且這個傷害是無視攻前盾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改變 一回合內所有攻擊傷害 無視攻前盾 也就是說 就算你這個攻擊 炸不死這個攻前盾 但是你這回合的 你開技能的這回合的傷害 還是可以 就是打穿這個攻前盾 我覺得這張是 算是非常好用的功能卡 大家一定要練一下 因為未來我相信官方 一定會 開關卡 做球給這張卡 好 再來是我們的獅子公加里安 極限突破之後 變成這個 原本他是會 就像金牛一樣 就是 提升全隊攻擊力兩倍 持續8回合 然後所有成員 CD重置 那他極限突破之後 就是附加這個 技能冷卻中的光屬性成員 攻擊力35% 機會提升兩倍 反正就是讓他的 更加的暴力就對了 但是 也是跟金牛一樣 就是 這種隊伍 現在關卡 比較 用不太到 沒有辦法一直黏 大家看這個 最近的地獄集就知道了 官方一直出一些 各種刁難的盾 所以沒辦法這樣一直黏 所以我覺得 實用性上面可能也不高 所以也 不需要優先解放 那3回也是非常誇張齁 這個就不多做罪術了 然後最後一張是我們的 處女 補西芬妮 那極限突破之後的能力是 消消除光浮石時 自身追打一次火屬性 消除火浮石時 自身追打一次光屬性 反正就是 會多打兩下這樣子 我覺得 非常的爛 我覺得這個 極限突破能力非常的爛 呃 就是一個小小的增傷這樣子 我覺得 沒什麼用啊 我覺得這張卡 應該也不太需要 極限突破 基本上也不太有出場的機會 但是他這個 極限突破的能力 應該也是 內建的 像雙子一樣 就是 也不會受這個消除影響 也不會被重置影響 好 那今天的 分析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 左下角幫我按個訂閱 右下角幫我按個喜歡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我是小小姐 大家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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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